京东挖脚冬雨辉这个事 它本来就不是个事 我都没有想过要去讨论 结果很多人都在讨论 讨论着讨论就把这个事讨论成个事 我直播间里不停的有人在问 这你怎么看 京东要挖冬雨辉了 京东会不会把冬雨辉挖走 冬雨辉会不会去京东 实在是问的人太多了 那录过视频 这个事在我看来本来就不应该有热度 这本身就不是一个 直当的拿出来讨论的事 京东那些直播间拉出了横幅 欢迎冬雨辉来京东 是为什么 很简单 就跟这些博主去录视频 去分析冬雨辉会不会去京东 这件事是一样的 就是吸引眼球 搞流量 拨热度 拨关注 那京东这波搞得怎么样呢 搞得很好 很多的冬雨辉的粉丝 跑到京东的直播间里去看 人流就是钱 流量 热度就是钱 只要有人进去 指不定什么时候 看到了东西 没准就买了 京东 如果大强子真要是把东雨辉的话 他找高级猎头 私底下谈 不就完了吗 他用得着在直播间里挂个横幅来向全世界宣告我要干这件事了吗 而且这样有用吗 请问 对吧 而且之前京东要和雨辉同行进行合作 这个新闻是没有问题的 确实有这么个事 也在谈 但是把之前小作文时候的这个事又翻出来和这件事结合到一起来吵 那就是另一个事了 之前小作文的时候啥 传什么京东的副总裁已经到了陕西什么 是不是还记得吧 这事到最后证明是不是也好像没那么回事 所以这些大企业之间如果来回来去挖人 他们肯定用的都是高级猎头 人家有的是能耐 私底下拉上线 接触 拉横幅有什么用 要不我这也拉个横幅 我这么写 董雨辉即将历临 按阿珍杂谈直播间 反正这个即将 十年也是他 二十年也是他 但是热度不就有了吗 好 好